Hello everyone, thank you so much for 长篇大论的介绍大家了 我简单的讲一讲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IGF开这一场人权主题的会 就是从IGF开始呢 人权的框架 它不仅仅是一个义务 它本来也是个义务 但是呢 它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可以带入我们IGF的讨论当中来 其他的内容也是 只要是讨论到人工智能和数字的技术 都应该讨论这个话题 我们看到这个人权的框架 它是一个普遍的文件 一系列的文件 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大陆 都得到了共识和支持 产生了大量的资源和材料 能够引领我们去 应对很多复杂的问题 我们在这儿 进度已经听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了 不胜没句 所以我们要确保 我们的讨论 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框架 我们讨论了 这个道德的问题 还有价值观的问题 我觉得人权的框架 它就反映了我们的道德观 和价值观 也让我们能够 有这样的一个场所 让所有的利益相关方 从不同的环境当中 来有效的工作 而且这个是一个全球化的讨论 我想要强调这一点 很多时候 这其实是很难 反映在我们的现实当中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有些这样的一些话题 它很多时候呢 是由某些区域 某些行业来主导 我们没有足够的听到 那些直接 间接受到数字技术 影响的人的声音 而人权的框架呢 就要确保我们 在聆听那些 最受到数字技术影响的人的声音 最后我想说 我们的这个嘉宾啊 也是希望大家 给我们讲一讲 他们如何期待 IGF以及GDC 秘书长先生 亲自引领的这项契约 他们的期待是什么 如何能够从人权的角度 往前推进 我们要关注一些概念 你比如说 如何用一个寻政的 更好的寻政的方法 来开展数字领域的工作 包括人工智能 我们也有必要 能够去监测和观察数字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一场会啊 就是多利益相关方的观点 要纳入进来 这非常的重要 就是要强调 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要 讨论 而且要有意义的 都要参与进来 我们经常提到一点 就是不只是要打开大门 与此同时资源也要坐实 确保他们 大家能够有意义的参与 比如说研究员 他可能有一些技术 我们要想去调查的时候 那他有没有这样的算力 有没有资源 去做我们想让他们去做的事情 作为研究员和学姐 想做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到讨论 就是关乎这些话题 我们非常幸运的是 今天邀请到了很多的专家 一会儿呢 会一一地介绍 先面先请我们的嘉宾 先逐一地发言 然后呢 再进入一个问答的一个环节 最后呢 可能也希望大家能够最后再总结一下 希望我们有时间 下面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嘉宾 其实有两位嘉宾是在线上 第一位嘉宾呢 就是Cameron Husian Ashworth 他是Wikimedia Foundation 和中欧大学公共政策部门的 领导负责人权事务 非常高兴他今天能够线上参会 有请您发言 大家都可以听见吧 可以的 非常好 感谢 我要感谢大会的主办方 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和协调人 还有各位嘉宾 我真的很想线下参与 要感谢在座的观众的参与 我叫Cameron Husian Ashworth 引领人权的工作 是Wikipedia那边的一个基金会 我们提供了一个架构 同时呢还有很多全球的几百名志愿者 来支持Wikipedia 我同时呢也在中欧大学公共政策部门授课 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在数字时代的人权 还有就是人的尊严和自由 我觉得这些词选得特别好 里面就是我们要坚信人的尊严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参加IGF的原因 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数字技术的原因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又有争议 而且能讨论不多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要理解在线上的尊严的挑战 就是你要理解线下这意味着什么 一个人如何被对待 有没有受到尊重 在不同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这就对我至少证明了这一点 尊严的这个概念呢 它很多时候是流动的 是在变化的 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尊严 就是不提到技术 我觉得是我们整个这个十年的 很凸显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会想 AI如何会影响到我们的尊严 我们也会想 人的尊严在监视系统下 又是怎么样的 公司根本就没有取得我们的同意 就在跟踪我们 而且呢它出了一些 这些内容 去描述我们的这种情绪的状态 那还有数字鸿沟 还有老年人上网的问题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这么多 错误信息的情况下 我们的对话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话题我们可以讨论一整天 再说到尊严这个问题 大家很难去定义 很难去讲这个问题 因为人的尊严 我们可能只是能够直觉地感觉到 但是而不是说是在wikipedia上面去查 就能够查出一个圆满的答案的 wikipedia它没有办法给出定论 但是呢我觉得它本身呢 就是基于尊严的 对我而言 每个人所有人的 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可以做尽一份力 它可以做些什么呢 可以做什么样的贡献呢 这不应该被卖出去 不应该被剥削 他们应该要给出他们的知识 就是不要让那个有外来的这样的干涉 wikipedia wikipedia它不是一个社交媒体 也不是在上面大家提交舆论的地方 在那儿讨论的评论的 或者是怎么样 而是我们会提供很多的这样的摘要 然后呢让大家去理解这些内容 我们是要跨国的合作 这样才能够带来尽可能正确的信息 我也鼓励大家作为个人 可以去wikipedia上面去看各种各样的语言 我觉得真的对我们来讲是诚惶诚恐啊 感觉就是这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 不是为了花钱 而是因为他们关乎这件事情 关注这件事情 那这些意志愿者呢 他们遵循我们基本的行为准则 也都保护 也都在遵循人权的标准 我们的所有的员工和志愿者 都相信人的这样的尊严 能够让全球的知识 能够自由地流通 我也期待着我们的嘉宾 能够在今天更多的讨论 让我们的嘉宾和观众的知识 都能够得到增长 非常感谢Cameron 我觉得你讲得非常的重要 把我们的这个讨论 进行了一个定调 就是关于人的尊严的问题 我觉得这应该是要纳入 的讨论当中的 刚才讲到了数字鸿沟监视 以及对脆弱人群的影响 这些都是我们 想要纳入我们IGF的 讨论当中的议题 政策制定者 他们也希望能够关注这些话题 但关键就是我们到底 这工作做的是不是有效 那下面有请我们的 下一位发言嘉宾 Eileen Dunne-Ho 这是美国国务院 数字自由的特使 以前是这个美国驻 日内瓦的联合国人群理事会的大使 感谢再次回到IGF社团 我觉得精力充沛啊 我自己就是个很奇怪的 多这个相关方的这样一个动物 搞过这个技术方面的权力方面 还跟那个Peggy在这个人权观察 一起同事过 Stephan也是控制过 八年 叫全球的这个数字 这个人权这样的一个浮华器 现在呢又回到美国政府 去作为这个数字自由的特使 回到美国政府 我觉得我的首要任务 就是美国的政策和美国的空间 往往空间提升 以及在所有的有关技术讨论中 提升人权的位置 我有三大优先 我非常关注 尤其是在这个IGF的日程中 就是国际的AI治理 Peggy说的很对 这是要提升把这个国际的人权 国际法作为AI治理的一个基石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适合 人权治理 AI带来的影响 它的尤其对隐私啊 平等啊 非骑士啊 还有这个监测呀 言论自由啊 表达自由啊 它影响了这么多的范围 所有这些东西包括人权的维度 而且呢 不光是AI带来很多的好处 我觉得AI带来一些额外的问题 也就是说 在未来的这个人类社会 或者是治理中 就是以人为本的问题 它再次涉及到了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我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跟其他的那些文书不一样 这方面 他还没有到达这种位置 就是说 他是一种公认的国际工作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个AI这个治理方面 一定要把人权放到中心的位置 在12年的时候 12年有关这个互联网自由通过的一个国际公约 然后呢 又讲就是人权的这个概念 线上线下都应该同时的试用 我觉得在这个国际AI治理方面 应该做同样的事情 因为我们看到风险管理啊 道德指引啊 用同样语言 用同样的意义 但是有时候可能用不同的语言 但是总的来说 在起草那些 这些概念的人 这些准则的人 他们非常了解技术 和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 但是他们对人权方面不是那么了解 所以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框架里头 重视人权 它必须是成为 这个风险管理的一个基石 第二个 就是数字包容 而且是多维度的这种应用 首先是那个 每人能够上网 大家都在讲 世界上26亿人 不能上网 意味着 上网覆盖 就意味 也涉及到 这个废弃室和平等的保护 应该接触数据 还有这个创造内容 包括 编码程序 编码的社团 社区 和治理社区 他们都应该参加 所以这些都涉及到 AI技术的应用领域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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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的包容 涉及到这么多方方面面 所以呢 它是远远超过 基本的能够上网就行了 那么26亿人 不能上网 那么 妇女和女童 其中是大多数 大家这一点是 认识不足的 那么我 我第一天 就是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讲到 性别鸿沟和数字鸿沟 其实他们是一码事 要改变这个情况 妇女和女童 也不能够在数据 在内容创造方面 在这个数字 素养计划中 都有这个鸿沟的问题 所以要强调这一点 还有这个信息的完整性 这也是一个挑战的话题 我们尽量强调 不能够破坏言论自由 但是呢 没有考虑到 如何保证 信息的完整性的签计下 这样做 怎么做呢 政府 国民社会 他们在这个 切实可行的层面 正在做这个事情 将来到荷兰 在安格搞一个全球的 信息完整性的宣言 我们支持 而且呢 我觉得也应该 未来对话的一个基础 对IGF的生命周期中 这是一个重要的活动 大家对 这个多立相关方 框架非常的熟悉 但是我们应该更进一步 就是无论是在各个层面的 就是他们这个立相关方的参与的程度方面 要更进一步 我们有两个主题 一个是人权和尊严 还有这个多立相关方的参与 两者是合一的 不能分开的 流程会影响的内容 那么通过这个多立相关方的参与 我们也保护了人权 好的 讲得特别好 系统非常多样性 我们这个人权 依赖于很多其他的东西 我们需要这样的东西 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 性别的问题 这次讲的不是那么多 所以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 还有数字的包容 也是未来的一个优先 Peter Kershler教授 洛桑 Luzanne Luzanne大学 社会道德学院的负责人 感谢 我是有关这个道德学 就是AI道德学方面 搞一些研究 那么从人权和道德的角度来说 首先搞一个最基本的人权 就是人权有生存 过正有尊严的生活 我想这是所有AI的 了解基本的AI 我们 IJF的结果 有很多的流程 还有多边主义 理事会 有很多的流程在进行 也很高兴地看到 就是全球数字契约 所上正在进行 看了这个联合国安理会 秘书长 联合国秘书长 所做的发言 还有人权 理事会 还有这个各国所做的 发言 以及这个高专理事会 专员所做的发言 我们听到了很多的观点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 共同框架把它放进去 把这四项 监管的框架 而且这种监管框架 应该是基于人权的 第三 我在联合国机构里头 需要有一个专门机构 来落实这些监管的框架 那么这些观点的趋同 是值得我们庆祝的东西 在AI在这个叙事方面 三大特点 我们取得很大的进展 我觉得 把人权作为基石 对技术发展是个好消息 从道德角来说 人权是最低的要求 第二 人权不光是保护 也能促进多样性的发展 同时就能促进创新 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进行 毒皮吸进 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自由地获得 已经有的信息 所以这些对创新非常重要 第二点 需要有一个联合国机构 就是AI使用 或者是全球的使用 包括 它对地球 对人类巨大潜在的作用 我觉得需要有一个专门机构 来处理这个事情 根据我多年的研究 因为我是在洛西亚大学 做了很多年的研究 我觉得可以根据 国际原子能机构 这样的模式来做 当然是这是我的建议 就是创新英语 核技术和AI 它有双重的性质 有那种积极的和负面的道德的层面 那么首先搞研究 然后产生了核弹 原子弹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 用了几次原子弹 然后意识到 作为人类 我们需要采取措施 然后我们成立了 国际原子能机构 也就是说不能够犯错了 当然了 不能够太天真 有很多复杂的事情 这个机构 但是我们应该承认 这个IEA呢 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为什么我建议 我们追寻这样的模式呢 搞一个AI 就是在UN 搞一个原子 这个AI治理的一个架构 首先确定一下 这些道德上积极的 AI带来的机会 第二点呢 就是来确定一下 道德的风险 第三呢 就是国际交流 技术交流 那么其实我们在IJF也做这样的事情 这样做 也可以参照那些不同的建议 采取多边主义 多立相关方法的方式 因为从道德角来说 所有的参与都有 有好的 也有风险 但是呢 把它放在一起 我们都能够确保我们的人类 能够从AI 从中受益 从实最终的造福于我们的地球 谢谢 谢谢Peter 我觉得你做到一点 我们不容易做的事情 给我们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 那么路线图好像可见了 但是怎么实现 那是个挑战 那么刚才讲到那位 信息的完整性 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没有什么灵灯秒要 一摁就可以解决 所有的问题 我们需要深度的潜入 来更加广泛的AI的问题 而且一个机构 也不可能 这个单枪匹马的解决问题 但是呢 确实应该搞一个有权威的 用寻证机寻证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解决这样的挑战 现在 感谢你的邀请 确实呢 我想设计一下 这个人权高专办的 所做的工作 那么 我想讲得更广一点 就是 有很多很广泛的 这些场合 涉及到 涉及到这些问题 他们其实很多都来了 我们在这里来分析 这些不同的事情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要看得广一点 那么 刚才 其他很多人也讲了 我们 讲道德 讲人权 我们用这样的 工具 来讲 非常紧迫的社会问题 威迪逊 曾经说 他人权 需要是应该有牙齿的这种智力 我觉得这样的概念呢 就是在讲技术的时候 是有用的 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我们需要点时间来分析一下 看看 大家在做着什么 人权的关系 我知道首先 国家有这样的义务 而且公司 也有人权方面的义务和责任 但是其他的理想况怎么样呢 我在这个领域 一直在从 在这个领域 工作 那么从 可以说呢 这个人权 一直是公民社会的愿景和目标 我一直是在技术方面 技术社团的工作 所以呢 要问一下 就是技术公司 跟人权的关系 那么高专办报告呢 也出来了 就是 来扩大 推动在技术界 人权的对话 当然了 要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对话 那么技术公司呢 当然还有其他的协力 像广泛 还有 有很多其他的公民社会 玩家 比如说 为什么以前他们 技术公司不讲这个 人权呢 为什么以前又没有谈呢 他们可能更加习惯于谈技术 谈那些 物理性的问题 或者是说 以技术的角度来谈问题 谈产品 产品的生产 制造 这些 在我 和技术社群 刚开始打交道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我当时在讲 人权问题的时候呢 我就要用一种 不同的方式 来讲 比方说 比方说 你这个产品可以这样设计 也能够那样设计 但哪一种设计呢 能够兼顾人权 但是我不能够说 这种设计 它保护了言论自由 就是更好的设计 因为当时你跟技术群体 是说不清这些事情的 但现在我们在取得进步 有越来越多的人权活动人士 已经进入到了 技术社群当中 现在和技术社群 去谈人权那边的 更加容易 比方说 这样来设计产品 更加有利于保护人权 但是呢 仍然还要继续的 向前推进 所以我们做的工作 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要继续坚持做下去 并不是说 我们要把技术的讨论 都变成政治的讨论 或者是政治化技术的讨论 因为这些都是难题 对于这些难题呢 我们要把这些难题呢 从技术的角度也讲清楚 因为无论是技术还是人权 最终我们都是要为人去服务的 都是以人为本的 所以呢 比方说你用这样的 对于那些 仅仅学过 技术的物理化学的这些人士 比方说计算机科学的人士呢 你也让他去习惯这样的交流 好 我的时间马上要到了 但我想讲 从实质上来说呢 我看到有一个问题 在各种各样的 关于互联网治理论坛 都会讲到的 就是互联网上的内容检查 和互联网的复原力 我们的出发点呢 就是要把最终的真正的用户 汇聚在一起 以人为中心 这样呢 我们就能够把技术社群的讨论 制定标准的讨论 汇聚在一起 来确保 就互联网而言 世界各地的人民 都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 接入互联网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把互联网和人权问题 结合在一起讨论 我希望我们这样的讨论 能够继续下去 不光要在IGF 谈互联网和人权 毫无疑问 IGF是一个重要的场所 谈人权绝不是赶时髦 而是呢 谈人权是能够 让我们不断地去改进 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论坛 无论这个论坛 在哪个地方举办 我们都要能够不断地去谈论这个问题 谈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谢谢 谢谢Mallory 有几点讲得非常棒 那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桥梁 让各个群体能够加入进来 而且你刚才讲的这部分呢 也是告诉我们 很多人在 实际上在谈人权 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谈人权 或者是没有让他们的谈论 朝着人权的方向去奠定框架 这样呢 我和很多技术专家也聊过 他们也希望和他们的对话当中 是有这个层面的 所以我们做的工作呢 也是一个搭建理解的桥梁的作用 而且你刚才讲到了 新闻检查 互联网上的 包括甚至我们去讨论 强制关闭互联网 这些问题 是不是 化解这些问题呢 始终要以人为中心 我们要请上一位在线的发言人 Marius Oliveira 他是教科文组织的通信和信息部门 数字包容政策和转型的处长 而的负责人 大家好 非常高兴 能够线上参会 很抱歉不能够亲自来到京都 此前所有的IGF的年会 我都参加了 今年我只能够在线参加 教科文组织始终 居于这个议题的前沿 但是我们也看到 数字化技术 也能够带来一些障碍 我们在不断地奠定道德和人权的框架 来指导数字化的发展呢 是符合人权和人类尊严的需求的 那么互联网还有数字技术呢 发展的速度瞬息万变 但是并不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授予其中 而且呢 给很多人还带来了伤害 在数字化时代当中呢 我们也是充满了矛盾和困扰 我们在我们的数字空间当中呢 我们首先要让数字空间建立在信任和事实的基础之上 我们正在进行健康的公共的辩论 因为信息是公共产品 保护言论自由 支持在所有的地方都能够顺利地访问到信息 那么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呢 我们需要重新梳理事实和知识 这样呢 来支持学术界 科学界和独立的媒体 基于事实来进行讲述 RIGF呢 也是一个最理想的场所 把所有的这些力量汇聚在一起 到对话当中 我们在促成国际合作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并且呢 去打造基于人权的数字化的未来 我们也不断地在增进基于人权的标准制定 和监管规则的出台 在数字领域 比方说我们召开了可以信任的互联网论坛 然后呢 我们也在推出这个领域的监管的指南意见 特别是问责制和责任 监管规则和标准 能够让我们有监督 确保公众利益 而且呢 数字技术又是创新的温床 那么现在所有国家都在经历数字化转型 在数字空间 针对数字化技术的监管规则呢 特别是针对人工智能的监管 是尤为重要的一项工作 但是既要有各国的监管 也要有全球的标准 这样呢 企业 政府 公民 社会 各个利益相关方都能够通力合作 我们在数字化转型方面 一直在帮助设立标准 我们推出了建议和指南 比方说数字化平台的透明度 开放的科学 开放的数据 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还有信通技术的胜任力 素养 以及从保护人权的角度来说 建立起问责的体系 一直是我们工作的中心 第二就是我们要增强一系列的机构和体系 来不断地改进数字化的竞争 也就是说我们要进行人力资源的建设 和机构能力的建设 这样能够去驾驭数字化时代和数字化平台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同时把重点放在那些 有可能受到最宽广影响的群体 比方说公务员 因为他们在制定决策的过程当中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也要格外地关注这个人群 所以我们也有责任 按照21世纪的要求 把这些技术去传递给这个人群 也包括年轻人 我们也非常重视 各个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交流 互学互建 知识和经验的分享交流 最佳实践 比方说怎样最好的进行监管 也围绕着人权进行对话 我们也讲到了 数字化技术的用户的素养问题 那么这种素养的提升 对于培养数字化时代的技术能力 知识和批判性思维 都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这样我们能够让数字化系统的生态系统 能够真正带来价值 有效地去防范和抵抗 虚假信息 错误信息 以及煽动仇恨的言论 各种各样的煽动性的内容 我们都能够有效地加以防范和抵制 这样的话 从更广义的 这也是从更广义的角度 还有IGF和其他的数字化生态系统的机构 应该去做的 今年 我们还有VSYS加20的进程 等等 还有GDC即将出台 就是全球数字契约 还有就是人工智能的治理 也有新的机制 所以在IGF呢 我们能够对所有这些进展进行盘点 并且拿出重要的报告 好 非常感谢 和CAMERON一开始讲的又接上了 讲到了信息的重要性 数据的重要性 对于在我们的对话当中的中心作用 而且也是讲到了人力资源和机构的能力建设 我们需要有相应的架构来化解解决问题 而且解决问题的方式呢 是要符合保护人权的需求的 我们还有两位讨论嘉宾 感谢大家的耐心 待会儿就会问大家的环节 Federa Roski 他是META亚太区的人权政策负责人 他也是电子音乐的创作人 一位电子音乐的创作人 作曲人 我非常高兴在线下和大家谈 我的这部分的 就是电子音乐的作曲人的工作 我非常高兴能够应对 讲得迟晚一点出来讲话 有个好处 就是我至少知道前面大家讲了什么 我已经准备了很多内容 但我也不希望重复大家已经讲过的 非常感谢IGF给我们创造的机会 我今天嗓子有点问题表示歉意 而且我个人也对于能够来到这个访谈小组感到非常高兴 我是去年7月份加入META的人权部门的 此前数十年我是在国际公民社会领域工作的 比方说和联合国难民署高专进行了很多的合作 那么现在我是负责META的亚太区和人权相关的政策 我有一个META有一个全球的和人权相关的团队来确保 我们就是META的工作呢也是体现了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然后呢我今天是一个带着批判性思维的外人做进来的 我们如何在我们的讨论当中更多的赋予人权的元素 特别是对于企业来说 但是我现在开始理解 META已经在人权的政策方面取得了成功 特别是2021年3月我们通过了META全公司的人权相关的政策 我们不光在说而且在做 在过去几年当中呢 首先我们在公司内部建立了一个人权有关的团队 这也是一个新的事物 我们也建立了监督委员会 那么监督委员会呢也是把人权作为监督的主要工作之一 还建立了人权保卫者基金 也不断的保护言论自由和隐私田 我们2003年加入了全球网络倡议 那么全球网络倡议当中呢 也在不断的讲人权 然后每年呢我们有两期人权报告 这是最新的一期人权报告 在我们最新一期人权报告当中就讲到了 在META全公司的范围当中 我们做了哪些工作来体现和确保 对于人权的保护 化解对人权不利的风险 在我们的整个价值链当中 而且呢我们在国别的层面呢 也会做审计 比方说不久前呢 也是做过和巴勒斯坦相关的一个内容的审计 我们也和全球契约 还有联合国全球契约进行了合作 我们和儿童基金会等进行了合作 我们和联合国预防种族大屠杀的代表 高级代表进行了合作 然后IGF 我们META过来的代表团有20个人 包括我们的全球政策总裁也来了 这也说明META作为一家公司啊 对于IGF是非常重视的 当然我已经听到了一些民间社会的代表 讲到了盘点了很多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 当然做这项工作绝非意识 我们有很多的挑战 要把人权的标准融入到公司的政策当中 而且呢 要做出至关重要的决定 我在亚太区工作 现在亚太区呢 是语言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 监管规则各不相同 有生机勃勃的增长当中的经济 而且呢 有一些政府呢 在人权和民主方面的表现呢 并不前后一致 我是讲的广义的亚太区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双重承诺呢 比较难做到在有一些地区 首先呢 在我们所有生在其中的国家呢 既要遵守当地的法律 因为同时呢 要促进人权 但是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在寻求专家 给我们的顾问 也建议 我们需要打造的是 基于原则的框架 来管设我们的工作 所以我们也非常支持 由联合国主导的进程 以及IGF 还有全球数字契约 带动的合作工作 那么最近呢 我们也向GDC提出了多项建议 全球数字契约 包括 我们可以采取哪些集体的行动 基于磋商 敦促有关政府出台政策 保护言论自由 防止对个人信息的滥用 对加密技术的滥用 同时呢 让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呢 共同地来防范和消除 网络上的恶意的 和挑动对抗的信息 那么最后一点 我想讲一讲多利益相关方参与 讲到这个模式呢 我在听其他人讲的时候 我也产生了几个想法 首先呢 在我的MET的职责当中呢 而且我此前是代表民间社会 来自于国际组织的 我认为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让各个利益相关方取得共识 刚才我们也讲到了 是大家一直在对话 围绕着人权 一直在进行对话 有时候不一定我们将之称之为人权 但内容就是人权 而且呢 在 人权的框架呢 也是一直在得到 推介 但是并没有在各个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达成共识 或者共同的理解 那另外呢 对于 企业的工程师 销售人员和软件开发者来说呢 要把这些和人权的原则转变成为他们的日常的工作 比方说 比方说 机器人技术 你如何把你的这些原则 体现在这些技术的开发当中 你的这些原则如何让编写代码的工程师能够理解 这样他们在编写代码的时候能够把这些原则也融入进去 那么第二点就是风险 风险的概念 我们大家在不断谈风险 大家也知道法律风险 商业风险 政策风险 风险是各种各样的 还有人权风险 我们经常在老生常谈 但是呢 每次谈的这样的意思 或者给的权重的是不一样的 在公司的不同的部门 或者是世界上的不同的国家 在做角色的时候呢 给这些风险的权重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打造一个共享的愿景 来描述什么是我们所面临着的人权风险 以及如何让人权风险和其他的框架如何去对接 这样呢 一起来帮助我们缓释和减少风险 在商业和技术界当中 好了 我就先讲到这儿 再次感谢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 非常感谢Frederick 感谢你从Meta公司的角度来说 跟我们讲了企业的视角 以及呢 给我们介绍了Meta在人权领域的工作 以及还有哪些改进的余地 特别是您刚才讲到了风险评估框架 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视的话题 在这个领域当中呢 我们可能要把现有的资源更好的汇聚在一起 Malory刚才也讲到了 始终要以人为中心 人权角度的分析 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以人为分析 我们还有一位发言嘉宾 他已经耐心地等了很长时间 是我们领导小组的领导 感谢你的耐心 感谢我们在讨论人权 多利益相关方的程序 我觉得现在应该要清晰地来讲 就是说要想要有利益相关方 讲多利益相关方 但他们又来不了 那你就是在虚伪 你说我们要讨论人权 又是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事的话 但这些利益相关方又参加不了的话 你看这我们今年2023年这个年会 有很多人来不了 为什么呢 还不仅仅是IGF 还有之前很多的国际的程序 他进入都是有门槛的 我觉得应该要解决这个门槛的问题 你都你要去跟人生抢 就是那个签证官面前 去跟他讲你的专长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是降低你的尊严的 你要去跟他证明你的这个专长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门槛 如果说你加入这样的IGF 你说它是国际的这样的一个会议 它就必须是国际化的 你要把门要大打开 让相关的利益相关方能够加入进来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关于 包括人口流动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但我们不能够假装这就不发生 因为探讨人权就必须要导论这个问题 讲到全球的程序 包括GDC的程序 包括IGF 还有所有的我们即将展开的 开展的这些对话 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机遇 就是我们有数据 有人权的故事 要么就是捍卫人权 或人权遭到践踏 民间社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因为他们在此已经工作多年 所以我们必须要利用好 这些信息 这些数据 把我们的流程做得更好 因为我们在这对话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一点 那就是有很多人 他的这些的经验 是我们没有办法忽视的 他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 因为有些国家 他们的那样的情况 人权的践踏的这样的情况 我们是没有办法就是去想象的 大家可能知道我们的领导小组 有一个几天前给大家做了一个报告 感觉好像是一个很长的一周了 但其实就是两天前里面讲到 我们想要的互联网这样的一个报告 里面其中就是抛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互联网 我没有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互联网 差距在哪 如何弥合这个差距 我们必须是开放的包容的自由的安全的 普遍的接入的 大家都能上的 有普遍的可激性的 而且还要尊重人权 什么意思呢 我是想要关注台中的小小的一点 我们讲到了26亿人还没有联网 我当然希望他们能够联网 我的生活 我的职业 都是因为一个邮件开启的 这就是互联网的力量 现在还有26亿的人没有联网 但你要不能忘记的是 就是还有一些人他们脱网了 什么意思呢 因为讲到人权 那他就是这些国家 他的政府 或者说他在的这种情况 剥夺了他们上网的权利 因为他们被脱网了 我没让他们还想要让他们再连上来 我们现在老是讨论这26亿人 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这周看到 在Freedom Online 他那讲到了一个说法 就是说2023年情况不应该是这样 我们应该去解决其真结之所在 而我们说到这个 全球的程序不是针对外星人的 而是针对人的 它应该要以人为本 尊重人的尊严和自由 大家都可以尽一份力 政府有责任 有义务 确保它去执行和实施人权的基本的原则 民间社会必须要去敦促实现 还有私人部门 你看新冠到现在已经非常清晰了 很多的企业都明白了这一点 那就是人权保护好了的话 对你的企业是有意义的 大家更信任你的平台的话 就更会使用你的平台 就会去宣传推广你的平台 所以我也非常期待着跟大家进行对话 就这个人权的这一小点的这样的对话 确保所有人 每一个人都能够 不会有太高的门槛 让他们进不来 想要能加入我们都能够加入 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 这一点 就是你讲的第一点 那就是谁在做 因为这已经是很久的一个问题了 不仅仅是这个问题 这个会议的问题 我们想到哪去开会 并不一定能实现 所以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我们应该要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我们在座的各位 如何跟你的这些国家去讲 你们需要些什么 才能让这个会议取得成功 因为这是对我们所有人都有意义的 参与的这个想法 不仅仅说是 我要去给这些参会的嘉宾 提供一个便利 而是说 让大家能够有知识 获取这样的知识 能够打造正确的方法 往前推进 我好像讲的太多了 因为这个话题是 我是真有感触的 你刚才讲到了官网的这个问题 听网的这个问题 去年IGF就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了 现在我们 嘉宾的第一轮发言已经结束了 我们看看我们的观众 有没有想要提问的 或者说是想要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的 先请自爆加盟 而且尽可能的简短 这样我们可能让尽可能多的人发言 好 现在我们已经有观众过来了 大家好 我叫Caroline Tuckett 我是AccessNow 是一个全球的网络 能够去保护大家的人群 就是脆弱的人群 在数字的空间里面的人的权利 要让他们能够有意义的 接入 而且呢 也能够安全的来进行对话 我觉得大家 关于多利益官方的这样的讨论 要想要时间的目的的话 就必须让他们都能够参与进来 所以我就想把这个问题再抛给各位嘉宾 Megan 你是不是可以讲讲 你们现在做了些什么 还有其他的各位 也欢迎你们分享一下你们的见解 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 下一次是在沙特开会 开IGS 这跟在座的这些官 想讲的这些价值观是一致的吗 尤其是IGS 我们还有马上要到ISIS20周年了 你要去理解未来的这个对于相关方的模式到底是怎么样 你要这么的一个决定 好像是 是不是能够 大家的观点是怎么样 能够让民间社会的观点都能安全地纳入进来 我们先听很多个问题吧 然后再一并回答 非常感谢 首先我想要说这个人权的话题 人的尊严的话题的讨论 讨论得非常好 我叫Jim Mamoko 来自肯尼亚的议会 代表议会 来讨论这个公众沟通和信通技术的问题 我想说人权的问题 你知道人工智能 它可能会带来失业的恐惧 但也能够创造一些新的研发的职位 你比如说十个研究院的工作 现在有研究表明说一个应用就能搞定了 现在发现中国家大家都有这样的恐惧 第二个问题就是网络 罢络的霸凌的这个问题 在有多国家这个问题很严重 尤其是针对脆弱性的群体 女性 尤其是女性的从政人员 我们受到影响很大 我也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应对 第三个问题 就是保护隐私和个人的信息 在我国最近有个来自美国的人 他们说他们是来收集我们的肯尼亚的这些公民的数据的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现在这方面没有国际上的监管 有一个人就可以立刻到别的国家去 就去收集数据了 现在这种情况 现在大家都非常的恐惧啊 所以我们真正的需要有一些项目 在全球 大家去沟通交流 让大家都能够理解 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 有些人认为它会是一个威胁 会威胁到我们的安全 所以我们有必要在国际上召开这样的论坛 但与此同时呢 我们要把同样的信息能够在各个国家进行传播 到农村里面去宣传这些信息 这些知识 因为现在的这个联网还不够 所以他们根本都不知道 这到底是在干什么 那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怪物一样 人工智能 他说他是会把我们的数据拿走吗 他会威胁到我们的内部的安全吗 所以这些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 让全球各地的人都能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感谢啊 讲了三点非常好 我们下面再提一个问题 我来自Odrich 要感谢Elef 讲到了我们第一天的活动 这是我们共同主办的一个活动 是一个全球 是关乎这个GDC的 而且里面又讲到了 它里面的十大原则 大家可以来找我拿 这个纸质的板子 这个小册子 我想要讲一讲啊 人权是我们的原则的第一条 GDC的第一条的原则 就应该是基于人权的 基本的观点 但我也想要 讲讲这个GDC里面的 这个性别的方面的一些内容 非常感谢这三个问题 我们其实一共是有五个问题 你是不是可以先提问呢 因为刚才是最后一个发言的 非常感谢 感谢你的提问 首先 我不知道去年有多少人去参加了去年 在阿迪萨贝巴的IGF 我想要 我当时讲了几点 因为我觉得第一点 脱网的国家居然还来主持召开IGF 我觉得这个好像说的不太 不是外交辞令 但确实是这样 沙特 还有其他的举办IGF的国家 都要理解IGF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提供了一个平台 让大家就互联网进行对话 包括人权的原则 我觉得 你不仅仅要讲国家 还有民间政府 各司其职 我们也应该要有一些 除了共识以外 我们要抛出一些问题 让大家能够站出来 就是对想要举办这些 IGF的主办国 也应该要站出来回答我们的问题 刚才我们讲到了性别 网上霸凌 还有收集个人的数据 以及关于AI的恐惧 谁想要回应 我可以回应两个问题吧 网络霸凌 第一个 我刚刚看了一个 特别有建设性的一个报告 里面讲到了 美国的 非白人的这样的 从政的人员呢 他们其实是非常脆弱的 在网上经常容易受到攻击 报告里面讲到了很多的点 就是说各利益相关方 都可以进行分立 我就在这不给大家读他的建议了 但他其实是有一个程序 你可以去理解这个问题 去理解他的细节 知道到底在发生些什么 这是首先你要去做的 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发生了以后 那就是要有平台让研究员 他们能够去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去看看他们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 那他有一些高层面的一些建议 就是让他们能够 就是读者啊 他能够去 或者说这些从政的人员 他们能够有一些工具 来帮助他们去阻拦这样的一些攻击 就是最受到影响的这些人群 包括性别 歧视啊等等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我们讨论 现实生物中对人权的践踏的例子 但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方面 我们可以探讨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明年的这个论坛 我在发言结束的时候 讲到这一点 但我觉得不管在哪开这个会 人权应该都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 很多时候我觉得 我们的这个会 应该是一个人权和可持续的 这样的一个会 我们在讨论AI和互联网治理的时候 但我觉得我们之前 也有这样的案例 就是IGF每年可能开会的地方呢 人权的这个记录都不太完美 你比如说在土耳其2014年 还有新加坡 当时要招主办 因为很多人就说 你要是LGB 你要是彩虹租的话 你就就是没有办法 合法的进入新加坡 所以其实这些问题 我们都要更多的去关注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探讨 这样的问题 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探讨 也让我们 就是跟我们提出一个挑战 让我们确保要去探讨这样的问题 Aline你要不要回应一下 就很难啊 因为这问题都很好 而且涉及到很多层面 首先呢我想说 就是你讲到了 民间社会有必要 要进入这样的 关于技术和互联网治理的会议 的探讨当中 我的观察呢 特别是这一节的 就是民间社会的 这个技术能力和水平 已经是不可同志而喻了 包括对技术的理解 还有包括私人部门 还有技术的专家 他们对于国 也都一直在讲 这个国际的人权框架 我们在讲 能力建设 对不对 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到 我们的讨论当中来 我们应该要讨论 要为政府和技术界 进行能力建设 它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的面 沙特 IGF的领导小组 Mag 都必须要确保 人权是在我们的 讨论的日程的中心位置的 而不是藏在某个地方 要强调这个包容性 是大家都关注到的 但它有可能会是 不一样的做法 最后一个问题 是跟性别相关的 肯尼亚的同事 刚才提的这个观点 这个问题 我们整个对话 其实是关乎 不包容 就是技术 缺乏包容性 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还有就是治理不善 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但这也就是 跟风险相关 不管是技术 它本身的风险 它部署的风险 还是说是用的 用途不对 你比如说政府把它用来监视 等等 这也会有风险 我们第一天就在听到嘉宾 在讲性别的观点 是在正中的位置的 因为在联网的方面 女性本身 连接就 被排 就不够 很多就被排除在外 不一定从中受益 没有有意义的连接 所以我们要关注 尤其是针对儿童妇女 技术使用不到所带来的风险 所以我一定要重视 男女平等的问题 你要了解 双方两侧需要做的问题 而且必须同时放上男女平等的维度 再保持平衡 还有对劳工带来的 AI给劳工带来的风险 我觉得这点大家讲的很少 可能会影响到所有的社会 尤其是那些 AI使用更多的国家 可能会更多承受 这个劳工方面带来的后果 我想很多人 在考虑这个问题 不光只是经济学家在考虑 那么我觉得 我觉得其他的社团 包括技术界应该关心 我们就是需要召开这样的人权会议 把技术 把男女平等放进去 我们不要说是要单独解决线上的问题 其实线上也是线下世界的反应 不解决这一点 我们不可能成功 Peter 你想说两句吗 那么 我觉得用技术解决 他有助于解决性别的问题 男女平等的问题 比如说 基于那些性别的仇恨 言论等等 当然了 你也不要指望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需要 政府和生企业参与 给劳动力的影响 对劳工的影响 我完全同意 再次证明 就是AR使用 对人类产生的影响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现在 我们并非得生活在一个所谓的理想的资本社会里头 完全就业 完全是正好相反的 所以呢 我觉得从精致角来说 技术对就业造成了影响 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 大德角度可以介入 比如说这个人找不到工作 从大德角度意味着什么等等 应该跟着全面来考虑点问题 大家说到我都同意 就是线上的霸凌啊 或者是能力平等啊 都应该成为重中之重 这些论坛非常好 讲到 就像立项官方 讨论这问题 人权 我觉得应该成为技术公司 这个一个中心的东西 不管我们做什么 流程 有些这个政策 或者是领导人发出的信息里头 都应该包括人权的维度 我觉得人权是一个 我们基本的一个起点 一个共同的原则 惯传我们所有的工作 而且应该伸到这个政策的高度 当然我们这个在Mattern 最高层有这样的政策 但是需要不断的提醒 不断的落实 而且要考虑到各国的国情 文化语言的不同 而且呢 要找到 就是怎么样设计 怎么样落地 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风险 比如说 我们对那些妇女的公众人物 做了一些政策的调整 因为他们有独特的这些 名誉的问题 还有用户的控制 透明度方面 我们做了很多的调整 这样的话 他们有足够的工具保护自己 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 语言的问题 讲到内容的时候 怎么会涉及到语言 还有霸凌 也是 需要调整这政策 那么 所以这些都需要跟社区的参与和理解 因为他们了解这个本地的文化和语言 所以下一次GIF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的推动 一起在具体的背景下找到最合适的方式 AI是一个很有用力的加持 谢谢 还有点时间 还有一点 刚才肯尼亚提到一个问题 讲到隐私数据 在来之前呢 那么我们是主题是AI 但是呢 它其实也是一个数据挑战的问题 那么关键的问题呢 就是透明度 又回到Fedric刚才讲的问题 数据保护 是AI这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里有一个问题 那么我想接着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哪里举行IGF的问题啊 我听到的回答呢 好像提到一些性别的问题 人权应该成为它的一部分 问题是那些受影响最严重的人 他们被排斥了 怎么样来 这个问题需要解决 需要讨论 还有那些人拿不到签证 我觉得这个问题 也不是新问题了 出现过很多次 那么 我觉得有时候光说 怎么样来参会 但是并没有解决更广泛的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 有些人可以自由流动 有些很多其他人 不能够自由的流动 所以呢 我觉得 我应该强调 生成的 这个 生成次的问题 比如在非洲 有这样的情况 大家不能自由的流动 那么其实有现成的一些 比如说欧盟 自由流动 其实做到 这个是不是那么难的 有这样的现成的模式 但是呢 只有某些人才能享受 所以呢 要考虑这系统性的问题 就是采取了什么具体措施 来解决这些问题 不是说是这个 在IGF或其他的会议上了 再重复同案的问题 这里还有个问题 巴西 代表巴西的青年 大家讲得很好 从年轻人 从南方的角度呢 我觉得 上一次 上一次 IGF会议上呢 我们代表性是不够的 我们只有几个人参会 而且我们的讨论呢 也没有反映我们的观点 我们不光在线上 在线下也是如此 我觉得我们需要参与 这样的讨论 我们需要分享我们的角度 而且在讨论中 注入更多的 来自青年的角度 这不是一个问题 而是一个评论 跟大家分享 我的一些想法 所以下次开会的时候 我们能够这方面改进一下 工作 所以呢 我们 最后两个问题回答一下 作为你们 结束语 这次呢 你先来吧 可以的 那么 不是做一些姿态 说在那里开我们的会 我觉得关键是怎么样 这种人权 我们的经历 我们在讲 这是亲身的经历 不是理论上的东西 就是大家亲身的经历 他们去这些地方 然后拿到机会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都是现实发生的事情 不是说是 说让一些人来作为专家 来开会 当然了 对话是很难的 不是说下次开会的一些要求 也就是说我们连续的IGF 这是全球的论团要继续 我们 就是要强调这个问题 这重要的 涉及到重要的人权 是否得到遵守的问题 捍卫的问题 我们需要继续这样的对话 对话 我们 有这样的论坛 有这样的轨道 继续讨论 还有刚才说 少数民族 年轻人没有足够的代表性 我们应该关注他们 那么我们应该落地 落实我们的这些会议的指南 捍卫他们的权利 我赞赏今天这样的对话 那么我们不会说 说到这儿就完了 我们将继续推动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 国家 应该做一些什么 人权对企业也是好事 我们国民社会 一定要大胆地 说出真相 甚至包括对我们的盟友 都要说出真相 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 Federick 我是第一次参加IJF 也代表META第一次参会 我非常激动 刚刚公司也非常重视 人权的问题 每次团队会 每次专家 这个嘉宾的访谈都具体的讲到这个问题 无论是直接的 非直接的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这样的一些风格 我也参加过很多的会议 国民社会 我觉得总的来说 这个包容的过程 可以做得更多 那么要用一种 要解决这些系统性的问题 所以任中道远 很高兴能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最后我想说 听到很多批评的意见 也是有理由的 所以很高兴花些时间 来进行沟通 为什么META派出庞大代表团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 我们重视这些事情 我们将既定权利来支持 这项工作和事业 谢谢 Merasa 你还有最后要说两句吗 我想说两句 有关网上的暴力 对教育者 对文化工作者 对科学家 对记者 对妇女来说 这是感受很深的一件事情 是涉及到这个信息自由 言论自由的危机的升级 因为他们是那些发出真相 呼吁的专业人员 而受到了骚扰 威胁 而且也是一种数字的隐私的侵犯 而且线下受到威胁 73%的线上的妇女记者受到威胁 而且很高比例的人线下受到威胁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的关注 有关劳工的问题 刚才讲到 人工智能对就业 产生了影响 最终怎么影响我们不知道 但是 我有一点很担心的事 就是技术啊 可以说影响了一些 劳动的一些保护和权益 所以我们要让大家意识到 我们劳动权和尊严 而且对人民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那么 比如说 在线上 他们用种非常没有尊严的方式 被雇佣这些护士 所以呢 我呼吁 IGF 想提个建议 IGF 它是一个多力相关方聚合的 非常好的场所 但是呢 有一点 我觉得 在这个人权 可能讲的不够多 所以呢 我希望 这个监管部门啊 人权啊 在技术 监管体系里头 应该包括 这样的内容 他们应该参加IGF 我们的活动 而且媒体的代表也不够 他们 他们也是宣传 这个给公众宣传 数字世界的 这个 公众参与的 这样重要的问题 所以他们的参与也非常重要 还有决策者 他们是引领 这个数字转型 就是把知识 就是把知识变成政策 尤其是基于人权和这个素质空间的重要的角色 还有这些司法部门 也都应该成为我们的这个会议的一部分 感谢 好的 我们需要更大范围的这样的一种参与 好 我反过来 把顺序倒过来 从Mary开始 我的结束语 也是之前提到的 我们在讲 也可以谈一谈 隐私保护 因为我们之前谈隐私保护 在这组当中讲的不多 我们也一直在说 隐私保护不能够夸大 但是呢 在隐私保护方面 我们的工作是非常复杂的 在过去十年当中 我们一直在讲隐私权保护 在2013年之前 就开始去谈 隐私保护了 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 特别是从技术的层面 像内容传输的加密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还有在DNS层面的加密 我们从来没有出过 像隐私保护方面的大的危机 有的时候你的商业模式 可能会受到监控 甚至是有一些政权 会给你造成伤害 但是我们在隐私保护当中 我们一定要聚焦于细节 也就是最终用户 是怎样受到影响的 大家都讲到了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及代表性和参与度 我们在隐私保护方面 有更多的角度要涵盖 在更多的场合要讲 所以我想做了一点结论 之前也就多多少少谈到了 我们这组的专家 还没有讲到 那就是从联合国的角度 是不是能够推出一个新的机制 特别是通过GDC全球数字契约 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 在固有的机制方面 去增加新的东西 但是不是固有的机制当中 我们要对之彻底的 一部分的加以替代呢 否则你只是往上面 增加新的东西的话 你只会让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 所以我也想希望大家好好的 来思考一下 我们有哪些机会 又有哪些挑战 巴西的同事也说了 我们可以为下一代人 做更多的工作 让他们在我们的讨论当中 有更大的代表性 他们能够带来新颖的 甚至是更加有趣味的视角 但是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不要把所有的社会问题 都装到技术的瓶子里面来 不能够把这个科学呢 变成官僚式的科学 是的 我们的这种技术的探讨 是需要用来解决 世界上的真正的问题的 但是也不能够把所有的问题 都装到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来讨论 谢谢 好 Malory讲得非常好 生死熟虑的见解 Peter 首先感谢提出这个问题的同仁 我的最后的结束语呢 主要想这样讲 我就重申 大家一直在说的 我希望我做了一个正确的解读 也就是我们在讲移民问题 或者是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要以一个更加系统性的观点来看待 如果面临的是一个具体的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有系统性的视角 我们要看有哪些机制 制度 架构 带来了不公平不公正 需要解决 另外一个就代表性而言呢 我听到大家呼吁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要继续的保持自我批评的精神 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言出必行了 言行一致了 我们 是不是在我们的商业时间 或者是在其他时间当中 有不自觉的没有意识到的 就违反了保护人权的原则 这样的情况了 我们要不断的保持自我批评 那另外呢 就是当我们在进行法律上的讨论 比方说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伦理道德的时候呢 在进行这样讨论的时候呢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就是我们把自己变成了传教士 但是呢 却一无所成 只说不做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也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呢 也要付诸行动 包括呢 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 而且也已经在这样做了 讲得非常好 对 凡狗还有很多人听到你讲 也都露出了微笑 那么接下来呢 请在线的Cameron 还在线吧 给我们讲一讲 从你的角度来说 是你的看法 好 谢谢 首先呢 我想简单的回应 我们早些时候听到的一两个问题 有一个是男女平等 另外一个是代表性 还是Frederick之前讲的 那就是我们 像Meta这样的大的平台 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人权的团队 从传统的人权保护的叙事的角度来说 我们如何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领域当中 我们如何把人权的保护 做一个重新的定位 就是除了我们讲的保护隐私是人权 还有呢 互联网的使用者 免受监视 也要有言论自由是人权之外 我们如何在我们的这个领域 对于人权的讨论呢 重新做一个定调 这样呢 才能够以此为基础向前推进 那么讲到 AI和AI造成的失业 讲到这个话题呢 我们首先要有基于事实的信息 有一些人说 AI会影响人权 但是你像比方说 Wikipedia 维基百科 它就是能够帮助很多人去获得信息 包括对于AI的很多批评的声音呢 我们也要去看一看 它是不是有事实的依据 那比方说通过AI的翻译的工具 一篇好的文章 我们能够把它翻成三百多种不同的语言 当然大家都能够看到 而且有了AI呢 我们也能够让世界上不同背景 不同语言背景的人 能够把他们的贡献去贡献给别人 或者去了解到 在别的文化背景当中产生的贡献 最后一点 我们的一部分的团队的成员 也在现场 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去聊一聊 AI和人权 世界各地的政府呢 他们有保护自己的公民的责任 这也就是意味着 最富有压迫性的政权 也认识到他们的人民 是有价值的 那么既然有价值呢 就要得到保护 在接下来的发展当中呢 我们要确保出台的法律 规章 技术 互联网 人工智能 方方面面的理念 要继续向前推进 在所有的这些讨论的基础上 而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中 特别是当我们的意见 不一致的时候 我们能够继续建立在 尊重事实的基础之上 来向前推进 谢谢 非常感谢 Camaran 好 我们时间已经不够了 简短一些 刚才我们听到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讲到了包容的进程 还有一致相关的风险 对于我来说 我 我都不知道 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 过去是怎么决策的 土耳其 塞尔比亚 阿塞拜疆 是吧 这几个半会的地点 决策是怎么来做的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决策的过程 但是 我们IGF进入发展 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呢 我们 将来我们的决策要更加透明 然后 还有几点 我听到其他的同事讲的 还有教科文组织的线上发言人 讲 有可能催生对父女的暴力 或者是侵犯人权 所以呢 但是技术既有可能带来问题 技术也应该成为解决方案 这就是猫捉老鼠的游戏了 看我们怎么来定位 Federate和Mallory 两位都讲到了 技术群体和观念群体之间 要能够找到共同的语言 在他们之间建立起沟通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的领域 而且也有很好的成长的就是继续增进的去空间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讲人权和AI的话 我们如何来评估最后一点 DPI叫做数字公共设施 DPI 在我们这个会议室之外 谈论这个话题也非常之多 在这个话题当中 我们要确保技术的包容性 技术催生 可持续发展目标 同时也要确保技术在开发的时候 本身就是有保护人权的功能在里面 Human rights by design 设计上这样就能够把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 充分的加以体现 是的 我们的时间已经用完了 我们的讨论内容非常丰富 而且呢 我们不光听到了一些深刻的见解 也得到了 也给我们分配了工作任务 是吧 那么这段会里面 讲的 这些任务我们如何去完成 我们如何不断的去改进IGF 不断的去把人权融入到我们的对话当中 无论是在IGF还是在其他的论坛当中 还是在下一集IGF当中 感谢各位的参与 那我们还有一些在线的问题 已经没有时间去回答了表示歉意 我也期待着和大家围绕着这个话题 在整个IGF的框架之内继续和大家多多对话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